前文在族,书接上一回 有一天中午,太阳很猛,好像火盆一样 他将牛赶到阴凉的地方,就坐在树林下面唱山歌 突然间,有个老伯在树林里面走出来 走到他身边,放在他坐头和我抱 他说,小孩,这里有妖怪的 你不怕的?老虎仔望着他,就说 不怕?我做妖怪 你不怕吗?不怕定了 为什么不怕?我又没有欺骗你,没有骗你,怕什么 老虎仔将他母亲时时讲个说法背出来 他母亲是个善良而勤劳的女人 什么苦楚艰辛都熬过了 即使在最困苦的时候,他都能够咬牙关忍受 从来都不会白拿人一眼针一条线 从来都不会白吃人一口粥一口饭 他这种倔强的性格,全部遗传给老虎仔 小孩七岁大的老虎仔,连妖怪都不放在眼内 那个老人听到老虎仔这番说话 沉淋了一会儿,仔细地端着老虎仔 很久就说,小孩,你想不想学打拳啊? 咦?想定了,打拳好玩的 老虎仔高得跳起上来 我每天来这里教你打拳 但是你不能够说给其他人听的 我不会说的 我不信了 我说了肚子,你信了吧 好,你明天来,我教你 老人说完,拿起坐头和男子走进去树林 眨眼那么久,就失去他的踪影了 老虎仔回到家里,真的没有把这件事说给父母知 第二天,他将牛赶到年轻的时候 那个老人已经在等他 从这一天起,老人就教他练武,教他识字 转眼,十一年过去了 老虎仔已经是十八岁 不但练一身好武艺,又觉得粗通文脈 村里面的人对这个矮矮肥的年轻人都有好感 周围十几个村中的人都认识他的 有一天,那个老人带了个中年汉子回来 对老虎仔说 这位张大哥是你的师兄,以后就由他照顾你 从明天起,我就要混游全国了 什么时候回来也说不来的 你好好地跟张大哥练武修文了 老虎仔说,是师父 老人将老虎仔介绍给张大哥之后 就起程离开 以后就再听不到他的消息 那位张大哥呢 就成为他的良师亦有 今晚,老虎仔激于义愤 走去关姓廟 听赵大爷和北乡四十八村的村民商量 找赵威说你的事 张大哥是不知道的 当塔比罗温孙伦在仁重走出来 跟他交手 他也猜不到张大哥会来的 现在被张大哥拔住 一起施展草上非功夫赶到家 那两个人坐下 因为老虎仔的父亲最近死了 他在茅屋就只有一人住了 老虎仔施了杯茶给张大哥 正说想问张大哥 怎么会及时赶来的 不过他还没开口 张大哥就说 兄弟 你知道不知道那个赵威是什么人 老虎仔说 是东庄的财主 你看差了 他本来是个非财 在祖庄历城一带 做了不少大案 将官府搞到头痛都极 后来年纪大了 才回来祭院隐居 老虎仔拍声拍的头 说不怪得这么恶了 张大哥很正 还对老虎仔说 他的爪牙很多 你只是靠血气之勇去和他作对 斗不过他的 老虎仔不服气了 他说 难道他来欺负我们的乡亲 我都不理 兄弟 你年纪小 没有见过风险 你虽然练过武功 但是东庄的爪牙 武功比你好几副的有很多 老实说 以你现在的武功 要比人家较量还差一大缺 我看 对付赵威这件事 你还是不插手好 张大哥 难道你真的叫我看着我们的乡亲 被他们欺负都不插手吗 老虎仔急得站起身 灯大双眼谷起抛筛 是 我有这个意思 眉弱的灯光照着张大哥 那个瘦上的面孔 他的颜头有几条又长又深的皱纹 笨角上面 也有不少个白头发 但是双眼闪闪发光 兄弟 你们这里的人不团结 很容易就被赵大双赵大爷震住 你想叫他们光你 虽然他们不是动手打那些习工了吗 兄弟 这些是不算数的 那些只是一池二粉 五分钟热度 说不定 现在他们正在家后悔 停下 有人来了 将大家扑的声 将油灯吹色 望下窗口外面 老虎仔现在才听到有人在外面念手念 他这么走 而且不止一个 他走去窗口前面望出去 伊希见到几个汉子 让他弯下腰向盲屋接近 他这间盲屋 是孤零零地搭在山边 在日头也很少人走过来 更不用说是深夜了 老虎仔也有点紧张 拉拉张泥哥的衣服低色地问 怎么办张泥哥 张泥哥说 拿到了 老虎仔冲到床头 揭开草石 将一把扑刀拉出来 走到窗边 只想在窗口跳出去 张泥哥用手拦住他 小小声说 不用急 他们来了多少人还不知道 等待冲出去的时候 你跟着我 知道吗 知道 老虎仔越来浅 从来没见过 这样的偷习情景 突然间心神绑紧了 外面越来越响了 听到人说 狗仔 是不是这里啊 是啊 老虎仔听出来狗仔的声音 今晚你专闻去关正廟前面开会 还是狗仔来说给他听的 那为什么现在狗仔又带人来找他呢 这一点老虎仔想不通 他正在问问张大哥 就听到有人拆火石 这个时候拆火石 还有什么好事情啊 拆火石的声音刚刚停了 外边就见到有火光 有个人叫 放火 老虎仔闻到一阵焦烟味 接着觉得四面都很热 茅屋已经四面都着火焚烧了 张大哥用手掌碰他一下就说 出去 讲完 张大哥身体一跳 向屋顶一跳 哇 的声 茅屋顶就出现了个大洞 张大哥已经飙了出去 老虎仔借着火光 环视下间茅屋 咬紧牙关 向屋顶跳迷出去 外边点着几个火把 有十几个身穿黑衣 手持兵器的大汉 将张大哥吞吞发地围实 他们见到老虎仔出来 似乎有点奇怪 傅笑的声 就分了七百个人来包围老虎仔了 因为事先约好 要紧紧跟着张大哥的嘛 老虎仔趁着人 向他这边移动的时候 脚尖一点 一个燕子穿脸 就跳到张大哥的身边 将来那个低声说 快点 背靠背 老虎仔听话 立即转到张大哥背后 这个是应付围殴的好办法 两个人背脚靠背脚 可以前后照影 只要联手紧密 敌人是尖不到便宜的 张大哥张长生的三脚立起 就在腰带上面 高声地说 各位 名人不动敢示 半夜三更 堅持着人多世众 将人家的茅屋烧了 算是什么好汉啊 哼 将家屋烧了 算是便宜他了 老子要的是他的狗命 有个人出声了 在火光之下 老虎仔认出他 只是撻鼻狼君孙伦 他向张大哥上下打量 他说 你是什么东东啊 都来野事生非 在下张森严 张森严 你 你就撤走张森严啊 宣伦有点害怕 张大哥微笑说 没错 就是在下 那间茅屋烧得通了天 逼逼逼逼 烧得老虎仔心痛啊 那间屋是他父亲亲手建的 他都不等张大哥吩咐 将撥到一横 洗了个旗鼓 向面前那个国志口面的汉子斩过去 那个汉子举了一挡 框一响 让他虎口都避了 心怒了 就用身边的伙计插入手 说 杀他 那两个伙计一起撥上去 挥动兵器 向着老虎仔就打 老虎仔撥到一挥 将两件兵器挡开 接着牺牲突进 挥到向那两个人斩过去 张森炎 估不到老虎仔会突然动手的 他本来想说服 撻地狼君孙伦 等他带走老虎仔 免致同黑道朋友 结论仇怨 其实凭他撤走 张森炎这五个字 撻地狼君孙伦 都会卖仗 除此他还没开口 老虎仔已经动手了 这个正是犯了江湖上的大忌 孙伦克几块面 他说 张森炎 你明谈暗打 将孙伦到做什么 汗边 话由未了 那条远降边 形头飙出 奇快无比 张森炎 手上并无兵器 又要保护背后的老虎仔 就不能够闪身避开 唯有一弯 左臂向上一形 降边又打在他手臂上面 啪啪啪啪啪 在他手臂上 扭了几个圈 他右手抹开五只手指 在左臂上面 他边圈一碾 孙伦克凡 将软边一扯 想将边拉回头 但是任他出顿周身起力 那条边竟然无法脱脱 只听见张森炎大喝一声 右手出了将边圈一碾 那条边就被他碾断了 孙伦收力不住 啪啪一声 跌在地下 可怜他武功不足 就地一滚就站起身 张森炎的身体一直 右手一抢 一气撤走 夹着一阵风 向孙伦前空爪过去 吓得他慌忙 举断边来隔 张森炎右手一收 右脚踏入一步 左手就踏在孙伦的肩头 孙伦一声惨叫 一条右臂齐肩扯断 当同鲜血直冒 站在孙伦旁边那四个汉子 吓得傻了 孙伦的身 遥防了几下 终于踏在地上 中心炎高声地说 你们听着 我的小师弟 和你们招劳打个仗 我张某会帮他搞定的 直接做的 就是让开一条脑 如果不是 你们有几多条手臂 这句说话一出 那十几个汉子听着这么说 大家你望我 我望你 而你们闪闪叔叔地让开一条脑 张森炎将老虎仔拉 说 走 谁不知老虎仔说 不走 我要找狗仔 问他为什么要带那帮人来 张森炎说 走了 他也是被人逼的 张森炎不说那么多了 拉着老虎仔就走 视线草上飞的功夫 一口气走了七八里路 老虎仔的心虽然不愿意 但是始终无法 只将他的铁爪搓掉 张森炎是河东巨陆人 练成一箱铁爪 有一次 他在开封城内 很多河南黑道上 最厉害的人物 欺慈五霸 就被他们 淋淋瓜地围实 欺怒大户炎王欺英 拿了一条铁板棍 对着张森炎头顶打下去 那条铁板棍 是用纯钢铸做的 足重八十一斤 打成一条四寸款 两寸厚 四尺八寸重的铁板 那就是轻轻一扮 就能够将撲刀扮断 不少成名的好汉 写活烟王欺怒大 这条铁板棍之下 欺怒大他们以前 和张森炎有那些过节 今天碰到就要算账了 他这一班 想要张森炎投壳开花 张森炎当时 正是坐着喝酒 看到那条铁板棍 兜头扮下来 就将左臂一举 哈 说起来真是奇怪 那条铁板棍 捧到张森炎的左臂 当堂弯曲 欺怒大当堂傻了 张森炎 还是若无其事 喝酒 欺怒大将铁板棍 向着酒店外面 顶 咔哭的声 听着外面一块石板 石板立即断了两缺 活怨王欺怒大 向那四个兄弟一摆手 他说 走 我们的仇恨没法地算了 从此铁爪张森炎这五个字 在黑道上响起来了 张森炎平时就淡薄明利 自从吓走了欺善罢之后 吴小彪那个重金请他去 但是他都回绝了 后来 他去继院北乡尼村后山那里 探望师父 才知道师父老兴突发 又收了个看牛的老虎仔徒弟 并且叫他在这里隐居 照顾老虎仔 他也想清静一下 就答应了 现在 老虎仔搞出事 连茅屋都被人烧了 无法家乡蜡烛 他想将老虎仔带来后山隐居 但是又未得到师父许可 不敢带他去 所以 一时带着老虎仔 走了两天多的路 离开了继院 仍然想不到两全的办法 那晚 他们在一间天津人开个客店过夜 听到老板一口天津话 需要想的一个人来了 他跟老虎仔房间里面喝酒 他很正宗地对老虎仔说 兄弟 哎呀你现在真是有家归不得了 赵威这个混蛋爪牙很多 你不要说 男人在继院蜡烛 就是在河北省境内 也走不出他的手指 相信现在 你多少要领悟到 一些江湖上的风险了吧 老虎仔默默无言 在今天以前 他一点都没有想到 人世间竟然是这么险恶的 张森言说 我和你想过了 现在你只有一点地方去 去到那里 朝威亦缺不敢动你一条寒毛的 张大哥 你叫我去哪里 去天津曲店街怀庆会馆 找霍元甲霍四爷 霍元甲 张森言挟了一口高粱酒 他说 霍四爷是当今有名的大英雄 他是迷宗门大师 霍恩帝的四公子 今年还未到三十岁 不过武功就了不起 各位 欲之后事如何 请你下回分解